凱米台风带来的豪大雨 导致巴掌溪液体 在嘉义水上乡有多处淹水 有一些民宅淹水的高度 一度达到了成人的头顶 现在虽然积水慢慢退去 但是家中的这些家具电器全都泡水 也让屋主是欲哭无泪 详情我们联系给记者孙宇丽 好的 主播群带来关心 虽然凱米台风现在已经离开台湾了 但它对嘉义是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 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就在水象山湖内里的 这一处民宅 那么可以看到这个民宅里面的东西 全部都是泡水了 因为屋主表示说 昨天下午的时候是淹起了这个大水 那他们什么家当都来不及拿 就赶快从家里面撤离 那可以看到这个民宅内部 现在可以说是满目疮痍 因为昨天他们这个积水的深度 是一度到达一个成人的身高这么高的水位 那么家里面所有的这些电器家具 以及渣当都是被大水冲出来 那么而且你可以看到现在所有的东西都损坏 包括他们的机车 都是卡在这一些杂物堆里面 那屋主是相当无奈表示说 他们预计可能要清个四到五天才有办法 才把这些东西全部都给整理完 让我们来听一下屋主怎么说 那么昨天是由于这个巴掌溪议题的关系呢 造成这周边的民宅通通都淹水 而且气象鼠是指出说呢 因为现在在这个嘉义这边呢 还是有可能会有这个间歇性的雨势 因为虽然凯米台风是逐渐远离 照理来讲的话 今天的雨势应该是会稍微彼此 昨天还要减弱许多 但还是有可能会有间歇性的降雨降下 所以这边居民也是相当的担心说 如果雨势继续的变大的话 是不是有可能会再次淹水 而且影响他们清理房屋的进度 也希望了当地的商工所可以出手帮忙 让他们尽早让家园可以恢复原创 是以上的细心情细 你好我是宋燕明 你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紧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YouTube频道